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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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YK 应该说是这个身体呢 就是也没有什么这个可谈的 就是这是第二个原因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身体的最后啊 就是就活化场里面 就是活化的时候呢 变成一堆灰 就是除了一堆灰以外呢 就没有的 所以就是依靠这几种原因呢 我们为什么要就是谈着这个身体啊 人人都就觉得是 就是对这个身体呢 就是特别的去执著呢 其实就是没有用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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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也分当我 怎不出我门 那我这个身体的话呢 就是不管是这个活着的身体啊 就是从这个 这个小时候 到这个年轻 然后就是中年 一直在老年之间的 所有的这个不同过程的身体也好 或者说最后那个 或者说最后那个得这个严重的疾病啊 就是死亡啊 就是呃 就是呃 离开这个呃 呃世间的这个世间的这个实体啊 就是死亡的这种实体也好 那么呃 这个实体呢 实际上实际上对我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来讲呢 这个心事呢 听不出是跟在一起走的 那就我的这个心事呢 我前一次是就变成牦牛 这一次呢 变成人 何一次呢 也有这个 随着我的这个三恶业的呃 这个前种呢 就是我又转转移到这个其他三句当中的 那里都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我们现在对这样的这个呃 就分别办的这样的这个身体呢 应该说是是不不不能这个自作啊 就如果去特意的去自作的话呢 真的没有这个世代的这个意义的啊 就世代的意义的 以前很多这个劳修行人的话呢 就对自己的身体呢 只不过是把它砍作是一件衣服啊 或者说是是跟一件衣服没有什么差别的 有些人可能想一件衣服有差别啊 一件衣服的话呢 就是他不会有疼痛 就是我这个身体呢 就是稍微这个拿一下都是有疼痛感 那也不一定 如果没有自作的话呢 身体也没有这个疼痛感 如果有自作的话呢 你一件衣服也是别人把它烧了的话呢 你心疼的要命 就是你自己好像被烧了一模一样的 就是所以这个如果我我这没有去的话呢 就是真的是这个身体呢 就是跟这个一件衣服没有这个什么差别 所以我们现在这一个入神的话呢 就应该是用到一些有意义的 就是心神菩提方面 他这里也讲了就是我们对这个身体啊 就是这样的这个出品呢 这样的一些这个像破烂的这个机器一般的 这种身体呢 就是不要这个过于的去 就是贪执他 就是也不要呢 就是有这个恶慢 他这里的恶慢呢 并不是骄傲自满的那个恶慢 认为呢就是啊我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好棒啊 我的这个身体呢很好看啊 身子上面就是像如性轮的时候下面还拿着这个镜子 就是然后就开始这个化妆啊 就是那这样的话就是这是心里面有特别可怕的这种恶慢 就是以前那个真言发誓在一个呃 金石玉啊就是有一本人说金石玉啊就是那里面说是这种神有烦恼是因为是我子的关系 就是真的我们现在相续当中的很多的这种这个烦恼啊就执着啊这些就是尤其是自己就是女孩子喜欢就是大半啊 就是男孩子就是喜欢夸张啊我的身体好棒啊要不要我们避一下啊 所以有些人的话呢就是这就是其实这个自我的一种这个夸张或者是自我的一种啊这个呃这种呃怎么说啊 就是呃呃有一种因为傲慢的这个意思呢呃本来是没有的 然后自己呢就认为存在就是这就是傲慢嘛所以我们说说我满的话呢对身体也有傲慢的 本来身体呢就是没有什么刻着的探着的但是我们偏偏的是特别的探着这样的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话呢 这就是一种这个傲慢这种傲慢呢我们为什么是不去做就是我们如果没有这样这个去做的话呢就是那就在这个生活当中不会有这个快乐的解脱的话呢就是更是遥远 所以呢呃作为呃这个大乘修行人的话呢应该就是最顺千百高僧大德的这个足迹啊他们这些高僧大德们呢就是在这个呃深山里面就是怎么样这个修行的 有些这个历史我们看了之后的话呢我们自己也是应该就是跟着他们的呃这种路啊就是自己就是尽量的去这个前进 这样之后的话呢一定会是呃就是获得这个一定的这个境界 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这个个别人呢就是修行不成功呢其实也有原因就是一直是心理的原因心理呢就是对这个法产生怀疑 对那个上司呢就是起这个邪见了就是很多邪见和怀疑来这个阻挡着 还有一种呢就是自己的这种心理不够 如果心理够的话像米拉日巴尊者无辜光尊者 他们呢就是在山上里面也是对这个身体呢就像外面的一些这个操队一样就是对待 我们也是就是尽尽尽力的去做的话呢就是不说是一生当中这个成佛 但是一生当中呢就是应该会获得了呃这个不得我去的这种把握 就是所以呢呃大家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啊呃就是确实是觉得这个修行就是非常重要 就是这个西红一公子怎么看的 但是我也没错 可能没错 就是如果需要加上冰难的 我们再接到一半点的人 就随意我觉得这些不得了 我们可以在那边对这个規定的 我们再联系路上 我再联系路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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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前面也已经叙述了 就是身体的这种各种过失 那么世间人 就是这个 封城或者是挺从 就是自己的这个身体 那么以这个原因 其实在生活当中 就是做了很多 这个无意义的这个事情 就是每天都是 就是我们 很多人真的花很多的时间 花很多的钱财 然后呢 就是为了 保养身体 就是造了许许多多的这种恶业 就是这是这个不合理 那最终呢 就是记得是什么 就是记得应该说 就是这个 这个罪业 就是这个罪过的这个因和过呢 就是都记得 就是非常就是多的 所以 真正的 有智慧的人 有修养的人的话呢 应该就是观察 就是自己的这种不进身体 到底对自己起到什么样的这个作用 就是 就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对自己的身体呢 就像是这个鼠母一般 就是一棵树方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会不会 去对他这个是贪心 然后呢 就是我们会不会对他这个 起嗔恨心呢 也不会的 有人对他这个 呃 诽谤的话呢 我们会不会对这个人 生嗔恨心呢 也不会的 有人对这个树呢 就是他起贪心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赞叹他呢 也不会的 但是我们凡夫人呢 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啊 就是特别的就是贪置 然后呢 就是觉得是自己这个无比呢 就是自己身体呢 就是就各方面的这个因缘条件 具足的时候呢 就是欢喜心也就是来了 然后各方面的这种因缘 或者是出现一些违缘的话呢 就是痛苦的这种心呢 也这个会出现的 所以一般的一个人呢 不诚也不谈 就是这是这个非常好的一种 这个心态啊 就是我们平时如果有这样的状态当中 安住的话呢 这是很好的 就是佛经当中也说了 就是不谈不谈不谈 不谈去所爱 也无厌无爱 大乘这个佛教当中呢 对我的这个抛析和对我所的抛析呢 应该说是非常的这种这个紧缺 这些教言呢 就如果我们没有这个 就是记载这个信件的话呢 那这个文思修行呢 就没有这个多大的意义 那这些道理呢 并不是在文字上过关 或者是我的这个课里面 八八八就过了 不是这样的 你一定要把这个内容的话呢 就是想想细细的去这个思维 然后思维之后呢 你所向的跟这个经典论典里面 所讲的是不是这个很文和啊 就如果是不谋二合的话 所谓你对这个信呢 就是与这个诸佛菩萨的智慧是相应的 如果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怀疑啊 或者是一些就是不理解的地方的话呢 在这个三知识的一些道友面前呢 就是进行辩论 进行这个谈讨 就是这样子会这个 解开我们的这种谜团啊 就是一团 所以我想呢 就是我们在座的道友们呢 就是一定要一方面就是 这个祈祷就是十方三十祝福 就经常想就是自己的 相续当中的政治增加和菩提心呢 就是越来越这个增长 那就这样也这个祈祷就是很重要的 然后同时呢 就是自己也要这个精进 就是不精进的话呢 就这些这个境界呢 就是也很难以这个就提上来 谢谢大家 就这样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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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